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part2美丽教主 好 老师今天两朵花 有哪两朵花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早上11点老师就讲说 哇 我们会员手上的爱普掌停板 然后呢 老师下了节目 又另外一朵花 卫权店掌停板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老师是怎么选到这两朵花的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大盘 好 那今天大盘涨了125点 好 看台积店贡献了几点 你看台积店涨9点嘛 所以台积店贡献了90点 那今天大盘只涨了30点 那我们会员手上有两朵花哦 表现真的是优于大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你会说老师啊 这个大盘你怎么看呢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哦 这个大盘哦 就像老师在这个 八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说指数呢 在半年线这边震荡 它是一个买点不是卖点 你看果不其然 你看到了今天 你看哦 五日线已经穿越了月线哦 五日跟这个月线 已经做了一个黄金交叉 再来呢 十日线它是上扬的哦 代表呢 这个指数呢 越点越高 好 那我们来看KD值 你看哦 K值还是持续的多方向上 所以说呢 这个行情是要买进 而且九月份 你现在如果不买哦 你之后买的那个 价格会越来越高 好 那来看一下 你看哦 FAT九月升息的几率降低哦 今天的报纸还说 降到九成以下 代表呢 九月不升息 好 那老师跟你说过 对不对 我说之前呢 FAT停止升息后 有两次哦 2006年的6月 跟2018年的12月 两次平均涨幅来到28.6 好 那再来呢 大家都习惯会看景气灯 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7月呢 是一样哦 连九次蓝灯 但是呢 分数已经上升到15分哦 然后国发会也说 第四季可能摆脱蓝灯 好 那第四季摆脱蓝灯 那不就现在要买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呢 摆脱蓝灯指数涨多少 你看哦 2008年哦 就是指数摆脱蓝灯之后呢 涨了4000点 哇 4000点 那这一次呢 来 我们看一下 在前一次 2021年的10月 老师不是常跟大家说吗 我说哦 这一次的行情很像2021年的10月 那2021年的10月呢 指数就从16162 翻摊到哪里 17709做一个V型的反转向上 各位不知道你有发现吗 从上一波的AI股 那到现在低位阶的补充股 根本就是指数就下不来嘛 然后肋骨轮动很快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说老师啊 那肋骨轮动很快 你的爱谱是怎么找到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今天啊 就是这个大摩啊 他说他要在台湾办一个AI论坛 导播这边帮我放大 好 你看哦 摩根斯坦利证券 他要在这个台湾办AI论坛 今天登场 对不对 好 你看爱谱因为呢 他切入先进封装的供应链 所以今天帅先涨停 好 那老师不是今天才跟大家讲爱谱 对不对 之前那一波爱谱 我们三天就赚25% 卖掉之后震荡 我们之前不久 跌不下去老师就带我们的会员 买回来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哦 我常说爱谱这档个股是非常好的公司 来 你有没有印象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爱谱第二季 他继承涨51% 而且他税后获利 这个也是税后获利跟继承涨 这是营收 这税后 继承涨673% 真的很多耶 再来呢 其实他已经 他本业已经摆脱谷底了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外资啊 调高他目标价到500耶 现在才350几岁 0500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那我看上的是什么 来 这边 其实呢 基本面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 他刚刚就是有机会打入先进封测 那重点在这边哦 你看哦 2023年到2025年 他这个爱谱的成长率为43% 很惊人耶 再来因为AI需求的提升 所以预估未来5到10年 爱谱的营收渴望翻10倍耶 他营收翻10倍多惊人啊 你知道爱谱这档个股 之前呢 他这个从200多 长到900多那一段 我有参与到 所以呢 这一段每一次他只要一发动 老师真的就是带会员 买在精准的位置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你看 今天呢 我怎么跟我们会员说的 我说 来 赫我们手上爱谱掌停板 对不对 9.05分 好 那9.03分我怎么说的 我说前几天 因为前几天 那个记忆模组涨嘛 但我没有压记忆模组 我们是压爱谱 有没有 我一直说爱谱要动了 那我们成本336 对 好 那今天呢 爱谱今天来到了353 我们是买在这个 我不能说是最低 但是相对低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哦 之前前一波7月份的时候 对 我们是买在312 带会员买312 三天 有没有报三天出掉 对不对 390出掉赚25% 那这一波出掉了之后呢 跌下来就没有买进 那我们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336 对不对 那今天就涨停板 因为呢 爱谱这档个股 你说第一次我们买了 当天涨停 那隔天跳空 对不对 那个时间点可以 但现在呢 肋骨轮动太快了 有时候只能提早卡位布局 因为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我不太喜欢就是 我一买个股一进去 就立刻涨停 隔天再跳空涨停 因为之前的散热 好几次这样 我被迫下车 所以这一次呢 我在9月在大家做 带那个我们的家族朋友 做精选标股的时候 我会选这种 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的 我不太喜欢就是 跳空涨停涨停 这样好的个股 很快就被迫下车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哇 你看今天 跳空涨停 对 一开就涨停 你要买 买不到 所以只能怎么样 提早布局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喔 爱谱的周线 你看 它股价也是 跳空占上这个20MA 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如果这个股价 占上20MA 它后续还会涨一段 好 那再来 带大家回忆 老师7月份 买爱谱三天赚25% 来 看一下 我当时7月份 我跟大家说 爱谱这档个股 它是做低润记忆IC的 对不对 你看它头肩底 打底完成 然后这个指标 对不对 刚翻红 来 我们就买在哪里 开盘价 一开盘买了 涨停 对 第一天涨停 好 第二天 再涨停 对不对 好 第三天 有没有 第三天就把它卖掉 而且卖在相对高的位置 卖掉之后 它就跌下来了 好 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日线图 我们是7月份买在这一段 有没有 我买在这一段 三天赚25% 卖掉之后 跌下来 对不对 那我又在这边买回来 好 那你会说 老师那艾普后续你怎么看 我觉得会持续的上涨 因为那个D-RAM模组 价格要上涨了 再来 它本业已经开始 就是赚好了 所以说这个艾普 我们就跟着这个AI无敌系统 操作就可以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这一张 老师之前8月 我说大家的这个赚钱的股票 都帮大家找好了 对不对 那我有说我不做下游 我做上游细致财的部分 所以你看创意跟世新KY 这都是我们家族朋友的股票 对不对 再来艾普也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创意 前几天上个礼拜创意不是跌吗 那我跟大家说 我认为这个美国限制晶片 对不对 高阶晶片到中东 我觉得是一个议题 但是我说我们要逆向思考 我如果说它限制 真的限制 那世新跟创意 它会赢中东AI的订单 对不对 这是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说的 好 那我也跟大家说 我说 为什么我长期看好这个 高价细致财 因为这一次 不是只有挥达 它要做自己的晶片 微软跟Google 亚马逊 Tesla 全部都要有自己的晶片 所以说这个客制化晶片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且你看 我说2024年预估成长10%以上 其实不只创意 世新KY也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今天的创意收多少 你看今天的创意是不是收1445 对不对 好 那你会说 老师它没有就是像这个标股一样 就是跳空涨停 它这个 这股价那么高 如果跳空涨停 不就吓死人 但是我喜欢这种股票 来 为什么 来你看 我们的成本在1250 对不对 那你说它这种股票 我觉得它非常好是这样 如果大盘涨 它就涨很高 如果大盘跌 它在平盘附近 那这个就符合我说的 涨不停 其实我觉得一般的投资人 或是资金比较大的投资人 都喜欢这种稳定 涨不停的成长股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 你看那一天 创意回撤的时候 融资减 没信心的都散户就减了 对不对 但这种是好事 因为我讲过筹码是这样 如果说这档个股 长期是看好的 但有时候散户总是跟 那个主力想法不一样 不然为什么市场上 只有10%的人赚钱 对不对 那通常一档个股开始 筹码如果锁定住就开始涨 但是在震荡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股票 它在这边震荡 对它震荡 那你没信心 对不对 你卖掉那大户 这公司派吃走 那如果说散户都卖了差不多 它会就做一个喷出 所以最近老师手上的股票 都是用筹码找出来的 所以说看好的股票真的要报老 你不要就是赚一点点就走 那非常的可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说创意 它2024年 它每股盈余 它会来到38.55 它会较今年大幅成长56% 来 亲爱投资人 它2024年会大幅成长56% 但今年的股价 你看它从2015年跌下 它从2015跌到1225对不对 目前都还在 都还在这边整理 所以说右边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你看再来2025年 它也会再成长53% EPS会来到59.22 哇 其实这样算下来 明后年业绩都成长 但股价你看股价还没开始动 是不是还有一大段很大的空间 所以说好的股票就是要在 大家恐慌的时候 我们贪婪 我们不能说买到最低 但相对低 我们买在1250 所以说只要每股一涨 如果9月不升息 对 每股开始涨 我们的会员就很开心 他说老师 我看美国担起 我心情就很轻松 因为我们手上的股票 就会涨 一起床 哇 赚钱心情就是非常的好 好 那这个其实我们买在1250 对不对 那到现在五张也100万附近100多 所以说它震荡 我就不会害怕 因为买的价位真的很重要 那你会说 老师 你怎么会说创意 你的四星KY 因为两支都一样 因为我们都持续地看好它 我觉得我一直跟大家说 创意跟四星KY 它会有一个比价的空间 你看四星KY 它在这边震荡 高档震荡 但是创意 创意它比较低位阶 所以它会有一个比价的空间 两支会做竞赛 那哪支跑得快 对我们会员都是有利 好 那就是我们持续地看好它了 好不好 那如果有要出 老师也会第一时间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因为就要让这个AI无敌系统 盘中来帮我们做这个 如果要卖出它无敌系统会跟我说 如果没有 我们就持续地看好 好不好 好 那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老师要来跟大家说 你知道吗 今天的这个Type-C概念特别地强 你看连接器都一档一档 都好几档涨停 对不对 好 那你会问老师 老师 还有没有连接器 还没有发动 像伪权店你说你们会员已经涨停了吗 我买不到 对不对 还有没有 有 我找到了 因为我今天把潜伏机密 换到了连接器的另一档 那是哪一档 等一下老师回来再跟大家说明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传统股美女老师 广映12% 支援20% 神准18% 爱护25% 创意23% 励志15% 私信KVIA18% 渐准14% 统阵31% 兆贺20% 即将推出女王标股 轻轻把握跟上脚步 创创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同股美女老师提前布局 九月财富巅峰计划 务必跟上脚步 九月财富巅峰计划 务必跟上脚步 创创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同股美女老师 广映12% 支援20% 神准18% 爱护25% 创意23% 励志15% 私信KVIA18% 渐准14% 统阵31% 兆贺20% 即将推出女王标股 轻轻把握跟上脚步 创创线02-2752-5868 2752-5868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走方车让右方车就对啦 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的 就是跟连接器相关的一些个股 那我们先看我们会员手上的伟权店 好 亲爱的同志朋友 我记得我8月30号有在这边跟大家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记得我那一天有跟大家讲这个 我说我们已经布局了一档小创意 好 那我也讲 我说这档个股在做什么的 我说它是做这个USB的晶片了嘛 对不对 然后它算是笔电跟游戏机的这个充电 就是应用在这边 好 那重点是什么 其实它也有介入这个伺服器的题材 好 那重点来了 来 你看我当时也给大家看 我说这个类比IC的这个类骨 你看咖啡色这个是类比IC的这个类骨 然后蓝色的是加全指数 你看它已经做一个黄金交叉 对不对 好 那我也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这档个股 老师最近帮大家找都是这样 散户没信心卖掉 然后主力都在吃货 有没有 8月30号我还跟大家说 这档个股主力吃了4000多张 好 那果不其然 你看我们当天买了就涨停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我不是买到最低点 我们是买到相对低点 因为有时候资金刚好在别的地方 没办法转过来 但是如果一档个股做完了 老师就会转到下一档 因为老师9月份要带大家做的是 女王精选标股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来 你看8月30号有没有 我是在703带我们的普通会员买进一层 然后你说老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普通会员 因为今天有一个粉丝啊 他就问我说 老师我常常在电视看你讲的股票都比较高价 是不是只有特别会员跟尊容会员才有涨停 没有哦 我这当普会 来我们看清楚 你看哦 来8月30号9点05分 伟权店703买进一层 这是普通会员哦 好 那我也说它是跟这个瓶盖股相关 也跟车用相关 Type C概念 好 再来 你看8月30号有没有 来 我说10点49分 我说早上的伟权店703现买现赚 我说这是第一位阶的转机股获利续报即可 好 那这个 你看我的这个 我们发讯息都一通一通这样子 很有规律的发 来11点26分 又跟普通会员交代 我说早上的伟权店来703买 现在涨停版获利续报即可 好 那今天呢 老师下节目发现它涨停了 来 我跟我们的会员说 来 伟权店 我们的成本在705 那现在786续报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 来 今天涨停版 那老师不是说买了股票就忙涨停 隔天涨停出 没有 它这档也放了好像好几天 我们看一下伟权店 你看我们是买在这一天 我不是买到最低点 没有 我那时候资金还没办法到这里 我是买在这一天 8月30号703 对不对 你看它也是震荡两天 但它没有破五日线 今天来 今天就是涨停版冲涨停 你看它就做一个突破 好 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那何时要出 出这件事就是要看这个AI无敌系统 目前才刚买 对不对 你看我们才8月30号 这边才做买进 目前还没有一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持续地看好它 好 那我们先来再讲解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把千负金蜜卖掉了 来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涨不动 因为这个9月份很难得 我们要把握 就是要把握那个肋骨轮动的这个 把握肋骨轮动 资金要做有效的运用 我发现它不动我就换股 你看6829 你看我在这个一开盘卖了 对不对 换股 你看它在这边收叠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你会问我 老师你不是说 汉翔营收梅天花板 军工斩嘛 但是我们要的是绩效 绩效 好 来 资金放在这没动 没办法创造绩效也没用 来 你看一下 你看千负金蜜有没有 一开盘我就获利出了 那你会说 老师你买在什么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买在132.5 对不对 看一下 132.5 好 那我们用这个来看比较快 你看我们是买在这边 好 我们是买在这个132.5 我们放了几天 那今天我觉得 二线的这个低位阶补涨电子股 涨幅比较快 我就立刻换了 来我们看一下 我早上有讲过这档个股 因为我觉得这档个股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很少看到 营收这么好的股价还没涨的 我说它是爱普第二 来 因为有人 我早上下完节目 就有这个粉丝打来公司 他说老师 爱普我买不到了 有没有爱普第二 有 这一档 我们看一下 你看我补了一下 这是日线图 你看它做了N字形的突破 早上还没涨 它尾盘已经冲上去了 它过前高了 你看它KD值也都交叉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什么 来你看筹码 不得了 你看 这个投信 7月就开始布局了 每天买你看 每天买 外资已经来到26%了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筹码 然后老师 现在好多人都说 老师你筹码看得好准喔 他们都想要听筹码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喔 你看这档个股 它在这边震荡 对不对 你看没信心的散户都卖光了 全部来到这个大户手上了 你看这档个股不得了 投信买 主力买 外资买 哇 这叫非买不可 对不对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跟大家说 你看 你看它这个7月营收双征 7月营收双征 再来 它第二季营收 比第一季成长好多喔 所以说你看 我们的小创意又涨停板 卫全店 所以我说来 现在市场上 大部分就有三种投资人 第一种跟女王一样有创意 对我们的会员有创意 说每天起床心情非常的好 尤其看眉骨长 怕你又贪钱了 好 来 再来第二种 一直想或羡慕有创意的人 那大部分人都是第三种 也想要替自己制造出一些小创意的人 有啊 今天我下节目 就有这个Light粉丝团的朋友 他说老师 你可以跟我说 你的普通会员买什么吗 因为看起来都高价骨 好像都特别会员 我刚已经公开了 我们的普通会员 就是买这些低价的 来看一下 低价也会涨喔 你看赵贺买了之后 连续跳功量跟涨停 21%出掉 对不对 好 千副金蜜是这个特别会员的 两天 到今天出了赚大概快20% 再来订影 对不对 是这个普通会员的 对不对 然后全部会员都有 两天三天 我们大概放一个礼拜不到 赚了20% 精英也是普通会员赚10% 最后 我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跟老师 九月财富巅峰计划 广告的时候 打电话进来跟我说 你要成为哪一种人 拜拜 苏丽芬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苏丽芬老师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座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苏丽芬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人除陈通投顾联络电话之外 个人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 2 3 4 5 6 7 8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既然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所以我们才能幸运 更多成事 我们能波 pe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